移民窄门在缩 H1B签证薪资门槛大展 如此一来将有三分之一H1B申请者恐必拒绝 请看详细报道 10月6日美国劳工部及国土安全部发布史上最严的新规 将调账H1B工作签证及EB2、EB3职业移民的薪资门槛 意味着薪水不够多恐怕将无法留下来 移民申请难度攀升至新高度 根据劳工部发布的规则 将会对劳工指及劳工情况申请表中 最低薪水的计算方式进行修改 全面大幅提升 据DHS声明新规是为了更保护美国工人 根据这项新规 如果H1B申请者是level1的初级职位工人 工资将从目前top17%被提高到top45% 相当于是目前level2及level3之间的薪水 举例来说电脑工程科系本科学生若在湾区工作 并用三年工作经验 那么相应符合H1B薪资申请标准 level3的年收必须达到14万 这份规则于10月6日公布并自当天生效 目前劳工部已经在FLC Data Center网站上发布最新的薪资标准 在这项规定之下 雇主要雇佣外籍劳工的成本将会大幅提高 也将降低雇主雇佣外籍雇员的意愿 对于H1B申请者而言 留在美国将会成为一条坎坑路 美国国土安全域官员刊指出 新规定下将有三分之一H1B申请者被拒绝 我腹肯定是画一样的 我腹肯定是让你也有大幅提高的 我腹肯定是积的 我腹肯定是在河颗颗的 我腹肯定是积的 我腹肯定是是在一般的